选对人会做事 就可以改变一个城市 金融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金融市长林又昌来到苗栗 与民进党的现场候选人徐定征合体 针对苗栗杀实议题 特地声援力挺 其实杀实应该是 也是苗栗的一个重点一个资源 只不过是不要把公共的资源 变成是私人的资源 明明有法嘛 不法不足以自行 那就是包庇吧 不止绿营抛出守护苗栗 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 18号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揭示历年杭兆图 指控苗栗南庄乡南兴段的农地 有稻采杀实迹象 很明显看到是在挖 那周冬景先生的地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好几块十几块是他的地 陈娇华拿出2003年的杭兆图 他说清楚可见 当时的农地到2020年 已经变成凹陷的杀石采取厂 还有南兴段1430的国有地 违法开发让他气炸 你看挖得这么严重 这些杀石都去卖 不法利得要不要追呢 陈娇华指出违法使用国有地扩建 经济部矿物局还想就地合法 认为不合理 尤其五党籍苗栗县县长候选人中东景 多次被指控他的农地疑似有 倒采杀石情形 他认为政府要查清楚 不过对于立委陈娇华的指控 中东景阵营用文字回复 莫须有的指控无从回应 三兄黄梦哲王子与潘灵文苗栗报道